我们前面是说两个大定理 一个extreme value 一个intermediate value 那接下来呢 都是用完备性功力做的 接下来我有第三个大定理 那这个大定理可能今天也讲不完 我们应该讲不到的 下星之一 但是整个概念是重要的 我们第三个大定理是 也是有界必区间 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均匀连续 有一些书会写一致连续 一致连续 那它是比连续还要强一点点的条件 然后第三个大定理就是说 如果我连续在一个A B 有这些PG线上面的那些连续函数呢 它就必然是均匀连续 那我已经讲了 均匀连续是比连续要强一点点的条件 那在介绍这个概念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 什么叫连续 什么叫连续 那如果你有读书的话呢 书上也是讲这个是连续的定义 然后它就这样子讲 它就说 如果你的一 我的一还没写出来 如果你的一是一个开区间的话呢 则你这个定义呢 就等价于我们的这个Limit Fx 就是等于Fx0 那跟我的那个叙述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 有同学呢 上次来问的 就是你 为什么有两个定义 那这个是 可以说是最一般的定义 而如果你是开区间 你的一是开区间 那在任何一个点上连续 那我就可以写上就是Limit Fx x去上x0 等于Fx0 这个跟我这个εΔ是等价的 麻烦的地方是 如果你的一不是开区间 如果一是B区间 然后呢 你现在在这个A这个点 要讲它连续 要怎么讲 我这里 事实上也漏了一个东西 有时候会懒惰就没写 但是要的 事实上应该要写的 那我这个x呢 是在 在1里边选 那然后它满着这个条件 这个就follow 是这样子 那如果A是在1的 就是说是那个集合 这个1是等于B区间AB的话 则我这个εΔ这个定义呢 还是OK的 还是可以讲连续的 我们考量的就是 比如说是这种 可是用Limit来讲的话 在这里讲Limit就讲不过去了 因为这个点呢 是没有Limit的 它只有右极限 Right hand limit 它没有左极限 因为它左方 没点 没有点这个函数值 它函数值在左方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的话 是不对的 所以如果你去看看 你去年的教科书 它没有说非常 有一些教科书呢 它避免了讲Epsilon Delta 它会怎么讲呢 它就会讲 你在B区间上连续 我们说 它在整个集合上连续 意思就是 它是在每一个点连续 那如果你的集合是一个B区间呢 它又给一个不一样的定义 它就是说 你要在AB上连续 然后呢 在左端点的时候呢 是右极限 等于FA 然后在右端点的时候呢 左极限 等于FB 所以在中间的点 就是Limit 等于FX 然后在左端点的时候 是右极限 右端点的时候是左极限 或者是左连续 这个是右连续 有一些书也是这样讲的 则 我就说你在B区间上连续 那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就对了 我一个东西来取代你 不同的定义 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 FD是比较普遍的 那但是某一些特殊的状况呢 这个Limit 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好用 尤其是我们要用它来 有时候有些状况是需要用 那所以普遍的状况 就是用εΔ 那它是等价于用sequence 去讲连续 意思就是说 Xn Xn它是在1里边收敛到X0 B有Fxn也收敛到Fx0 那这个也是一般的 一般的状况 那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好 无论如何 所以我们呢 现在在这个玩家里边呢 事实上就是 主要是玩εΔ的游戏 所以呢 我们就不讨论那个Limit的事情 那当然它骨子里 跟Limit当然有关系的啦 那但是最主要是那个εΔ 我们传统的定义呢 就是这个连续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Δ呢 事实上是 我都有写的 是Δ依赖于εΔ 那事实上它不止依赖于εΔ 它有时候呢 还有x0那个点走进来 不同的点 那个delta 有可能是不一样 当然有可能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例子 譬如说 我的Fx等于x 这个是简单的 我的Fx 减掉Fx0 就是x-x0嘛 那你要小于delta 然后你又希望它 它是小于ε 那它本来就小于delta的 那所以 你就是 这里呢 你就令这个delta 等于ε 那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对于所有的ε 大于零 我令这个delta等于ε 那这 只要x跟x0的距离小于delta 它就是小于ε 那这里我没有写的详细 但是呢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就这样 另外一个状况 那我也希望 就是说 这个x平方 减x0平方 所谓的接近 就是利用我们的ε 那我来估计一下呢 它是 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小于 这个是必然的 那我希望这个东西 小于ε 小于等于ε 那这个delta呢 我就要选了 那怎么选会比较好呢 大家还记得 这个问题我们有做过的 就是我的delta呢 首先我要先将这个x呢 给它固定下来 这个x变的 我要给它拿一个上界 我事实上呢 我是希望是这个东西 是小于一个mdelta 然后呢 在这个mdelta呢 是小ε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那我的delta是 怎么样 这个m呢 就是我先让这个delta呢 是小于1 如果它小于1的话 那就是x跟x0的距离小于1 这个x呢 就可以 就可以断定了 这个m呢 事实上是等于 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呢 这个绝对值是小于这个东西 然后我再另就是 这个delta呢 是要小于 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 我只能证明 在f呢 在x0这个点呢 是连续 那这个不等号呢 就成立了 只要我的delta 那这里的delta 就是依赖于x0 实际上 你看一看 你的 这个就是y等于x平方 我们在这里的一个delta 这个x0在这边 跟一个老远的 好 我这里写近一点 我要求它小于ε 函数值小于ε 跟老远的一个x0 它函数值小于ε 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是说因为这里呢 事实上这个跟这个 函数的斜度有关系 这里函数比较横 这里函数比较抖 所以同样的一个差异 你回来的这个delta 这个小区间 是不是应该比较小啊 这里我画的不好 但是你应该感受得出来 这里是比较抖的 所以你比较抖的状况底下呢 你回来的这个小区间 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比较更小的区间 那我们在这个delta的选取的时候呢 事实上也是看到这个点 我x0等于1 跟x0等于1000 x0等于1000 那这个delta呢 是不一样的 普遍来说 那它是越来越小的 好 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状况 也是一样 就是那个第三个情况 afx等于1 over x 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考虑 就是x0大于0 那我就也是 我们的那个 这个也是我们大概要做过的 要去给它策划一点 那最后呢 我们就希望觉得说 这里又小于一个m的分子的小于delta 没有问题 是这个分母 而且呢 x任意的 那如果x接近0的话呢 这个分母这样子呢 就会是一个大数 那有没有可能小于某一个固定的m 那也是一个问题 那结果呢 我就令delta呢 是等于minimum 这次呢 是x0绝对值 的一半 就是只要x跟x0的距离小于delta 那小于这个一半就会跟0有一定的距离 不会贴近这个0 那然后呢 那我这个m呢 就会是 事实上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epsilon除于m就会是这个数 那delta是两个数比较小的那个 而这两个数呢 都跟x0有关系 那这个当然也不会很压抑 因为又是这个问题 如果我的x0是很接 x0是在外面 跟x0很接近0 函数越来越陡 那你同样的距离 同样的要求 那个 那个 那个delta的 就是可行的区间 当然是比较小 这个应该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所以 当x0接近0的时候呢 delta可以是越来越小 而且因为它接近0 你就没办法 如果我限制 我限制就是说 这个1 是 比如说 十分之一到五重 是这样子 那就好办呢 我这个delta呢 我取一个最小的 就是这个delta呢 是 它是 二十分之一 然后呢 是两百分之delta 两百分之epsilon 我将十分之一带进去 就是这两个数 那 任何的x呢 都会比 在这个区间里边 任何的x都会比十分之一大 所以 你就有一个 这个delta就是一个固定的数 给定了epsilon delta就是一个固定的数 那 只要x跟x0距离小于这个 它当然要小于这个 所以呢 上面的那个规划呢 都成功 是不是 那 我只有一个 所谓的统一的delta 在这个特殊状况 是这个delta呢 就是 does not depend on x0 does not depend on x0 但是呢 如果 一是 等于零无穷的话呢 情况会怎么样子 我就不确定 我就不确定 好 那 大概我们的 那个 目标 或者我们的诉求 应该是清楚的 我的目标就是 有没有可能 我选取这个delta 是跟当点的 选择 没有关系 好 那 这个就是我的诉求 而这个诉求呢 是重要的 在学理上 可是这个一点点 对大家来说 我跟大家说 我们的积分 怎么样子确定 可积跟不可积 就是跟这个uniform continue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们下一章 要讨论的 你没有这个均匀连续的话呢 你讲不了什么可积 我们要切 简单来说 连续函数一定可积 那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定理 连续函数 就是一定是均匀连续 如果你在有这笔均匀上面 一定是均匀连续 均匀连续 那个delta 不依赖于这个x0 这个点 那我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诉求 那我们的question就是 就是不同的x0 好像我每一个x0固定了一个epsilon 我每一个x0配的那个delta 我希望有一个统一的delta 那所以这个delta只依赖于epsilon 跟x0呢 没有关系 那因此呢 这个是一个 就是看你的1的集合 是怎么样子 这个跟1这个集合有关系的 是一个 我叫做说一个global property 它是一个整体的行为 而不是现在不是看1点x0 而是看1里边 所以呢 是跟1有关的一个整体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我的均匀连续 我们说它是uniformly continuous on这个1 如果是对于epsilon大于0 there exists delta 大于0 如果这个delta是independent of x0 我这样子写吧 如果delta是independent of x0 那这样子呢 它就是均匀连续 那这个写开来什么意思 写开来就是说 随便一个epsilon 我都找到一个delta 这个delta呢 当然是依赖于epsilon 然后呢 我随便一个点 在1里边 我这个delta都work 都成的 就是 然后 只要x跟x0 1里边x0的点 小于delta 它的距离小于delta 函数值的距离 就小于epsilon 所以这个delta呢 是适用于任何的x0 随便选一个x0 然后 只要1里边的任何一个点x 跟x0的距离小于delta 则后面的 就是follow 那 这里不是很啰嗦吗 就是 你的x0 在随便一个x0 又随便一个x 那 而且 你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主角呢 开始模糊了 那 这两句话 有什么不一样 当你说 x跟x0 是随意选的 那 x0随意选的 然后x也随意选的 那x选在x0附近 那 但是 这个逻辑上 如果我随意选两个点 随意选两个点 它们的差异小于 x跟y 差异小于 delta 那我的 fx跟fy 那个距离也小于epsilon 我这个讲法 跟你这个讲法 事实上是 没差的 对不对 那逻辑上 你这里呢 看起来x0是主角 但是 反正它是任意的嘛 那我将它写成是y 大家都是主角 那这样子不是 都一样吗 那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区域里边 我在依这个定义域里边 任何两个点 只要它的差异小于delta 函数值的差异就小于epsilon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就是均匀连续的 一个等价定义 但是一般我们就是这样子计 计这个 我们就计这个定义 好不好 那以这个定义来说 如果fx等于x的话呢 它当然是均匀连续 那个delta就等于epsilon 那如果x分之1的话呢 如果我的1是这个的话呢 也OK 也是均匀连续 那但是这里呢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是均匀连续了 事实上它不是均匀连续的 那这个等一会呢 我们就来 来说明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就来说明这个事情 好不好 这个是前面两个例子 那我给大家一个fact 这个当然我们待会就是要说明的 就是fx等于x平方 这个函数 is not uniformly continuous on 比如说零无穷 然后fx等于x分之1 is not uniformly continuous on这个开区间 on这个开区间 零无穷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大定理 就是说如果f是continuous on ab的话呢 如果ab是一个有界币区间 fx在上面连续 我就保证 它一定是均匀连续 那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最主要要 讨论的那个 命题 好 尤其是要深刻了解 这些不是均匀连续的状况底下呢 我们需要一个定理来帮忙 那个图画 刚才大概有讲过给大家听 那但是呢 如果要很确实的去做的话呢 我这个定理 是蛮有用的 而且在定理的证明过程呢 我们要更理解 它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这个均匀连续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均匀连续有一个等价的定义 大家都记得连续当然有等价的定义 就是用sequence来看 我在x点连续的话呢 就是xn趋上x0 就会imply fxn是趋上fx0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连续 那现在均匀连续呢 这个x0这个主角不见了 我们x跟y是两个 好像两个都是主角 所以你从这个想法底下呢 我们看这个等价的定义呢 事实上是 这个等价的命题呢 事实上也蛮自然的 就是我有两个sequence xn跟yn 那如果它们 大家互相都变得 然后越来越接近 趋向0 它们差异趋向0 则函数值的差异 也是趋向0 那是等价于它是 f呢 是均匀连续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定理的所谓的应用 这个定理尤其是证明 不是均匀连续的话呢 事实上都是这样子 sequence呢 给反例呢 是做反例的时候呢 是最棒的 所以你看看 如果afx等于x分之1 我们的麻烦的地方 是0那个点 0那个点越来越陡 越来越陡 所以呢 我就找一个sequence 是n分之1 2n分之1 好 它们差异 当然是2n分之1 对不对 它是趋向0 但是函数值的差异 绝对值 我可以不用绝对值了 函数值是n 这个函数值就是n 这个函数值是2n 所以它的差异是负n n减2n 所以是等于负n 是去向0吗 不是 是去向负无穷 是不是 所以它不满足这个彻体 所以它不是均匀连续 做完 你看 有没有很清爽 这种的论据 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那个命题说 你找到任何的 如果你是uniformly continuous的话 随便两个sequence 它们越来越接近的话 这个函数值差异的那个sequence 也是越来越接近 现在我就找到两个 事实上它们都去向0 速度不一样 它们都去向0 因为0就是我们麻烦的地方 那它们的差异当然很小 但是函数值是n减掉 2n 所以是负n 这个就不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一个东西了 函数是越来越陡 你那个xn跟yn很接近 可是函数值的差异不小 那第二个例子 也是类似的 fx等于x平方 这个时候麻烦的地方是无穷越 因为x越大函数越陡 你想要曲线越来越陡 所以你要选拥的xn跟yn 是这样 它们都是去向无穷 那yn比xn大一点点 或者小一点点 随便你 这个减也是可以 那xn-yn 就等于n分之一 很清楚吗 去向0 那但是fxn-fyn 是等于n平方 减掉n减去n分之一平方 这个差异却不会小 它是n平方减掉 我想应该是清楚的 就是n平方减掉2加 虽然这个差异 没有像刚才的那么夸张 但是呢 这个也不会去向0 最主要是这样子 这个也不会去向0 所以结论一样 not uniform continuous on 那我们要有一个范围 是容纳 这是xn跟yn 所以你一定要拉到无穷的 如果你在无穷远的那个地方 你从0 你不是到无穷 你切切到譬如说100 或者1000 在这个区间里边去考虑的话 那均匀连续还是OK的 是不是 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极致的delta 针对这个100来处理我的epsilon 而是跟区间的那个点是没有关系的 是这样子 所以坏的部分呢 我们如果给它缩短一点的话 这样这个地域给它弄小一点的话 可能会成的 如果适当的 就会成的 我们来弄弄这个证明吧 这个证明很简单 事实上证明是不难的 只要我们合适的去了解这个epsilon delta的那个 这个uniformly continuous的这个定义 F是连续 F是uniformly continuous 那很多时候呢 做一些简单的命题呢 你将那些定义呢 给它写一遍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端语 那这个跟我右边所写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均匀连续的定义 所以给定了一个epsilon 我只有一个delta x跟y距离小于delta fx跟fy距离小于epsilon 现在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sequence xn跟yn 它的limit是去向0 所以呢 如果我对照这个delta的话呢 只要小n够大 xn-yn 都会满足这个条件 那换句话说 fx跟fxy 在fxn跟fyn的距离就要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不是我们想说的嘛 我们说给定了这两个 他们是成立了 我要说这个结论一定要成立 是这样子 那这个结论要成立是什么意思 给定了epsilon 我的小n够大 这个尾巴 这个数列的尾巴 都要小于epsilon 那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epsilon就是这个 那既然均匀连续就有一个delta 下面是对的 那for this delta 因为我的 这个是给定的 我就存在一个n n以后呢 我的xn-yn 都要小于delta 这个就是limit 这个东西等于零 保证的 就是xn-yn-0 这个零不用写了嘛 是这样子 那所以它就满足这个条件 那均匀连续就是 保证 是这样子 那我们又是一个填充体 我说给定了一个epsilon大于零 我就找到一个n n以后的所有项 我都有这个 结论是什么 这个不是我要证的吗 结论就是 所有的sequence xn-yn 只要有这个的话 这个limit fxn-fyn 一定是零 一定啊 只要它是均匀连续 它就一定是零 是这样子 反回来 也不难 这些sequence呢 sequence要对 这一定是要uniformly continuous 那事实上都是用反例来看的 就是假设它不对 这个你看看前面在连续或者在limit 都是这样子做法 都是用所谓的反正法 suppose呢 这个f不是均匀连续的 那我就存在一个epsilon0 随便一个delta 我都找到一个xy在1里边 x跟y的距离 x跟y的距离小于delta 但是呢 那个fx跟fy的距离呢 是小于epsilon 是大于等于epsilon epsilon0 所以随便一个delta 我都找到一些反例 那delta可以是0.1 0.001 可以是根π分之一 什么都可以 我都可以找到反例 那我 它是任何的实数 现在呢 我给它 我要从这里呢 抽两个数列出来 所以呢 我叫它是一个 越来越小的一个数 n分之一 随便一个n 我都有反例嘛 反例我叫做xn 跟yn 它们距离小于 这个n分之一 可是它们函数值的差异 函数值的距离 却要大于等于epsilon0 是这样子 原来是所有的delta都有 那我拿一些例子 弄一个数列出来 好 那就OK啦 那怎么OK 那你这个数列 xn跟yn就是一个数列 对不对 当然是一个sequence来的嘛 然后我的xn-yn 差异 差异都是n分之一 那当然是去向0嘛 当然等于0啊 你可以用夹记来看它 那但是 函数值却不是0 函数值 它有没有limit我都不知道 却不等于0 好 那这点就是矛盾 好 矛盾什么 矛盾我们的条件就是 只要xn跟yn距离是等于0 fxn跟fyn的距离都要等于0 那 那为什么会矛盾 就是当初我们假设不是均匀连续嘛 所以结论是 f一定是要是均匀连续的 它不是的话呢 有问题的 好 那就正完成了我这个证明 好 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好 我们介绍了这个均匀连续的 一些基本的性质 也是看过这个例子 那 下星期的时候呢 我们会继续 多看一个例子 而且呢 多看几个例子 然后呢 就是来证明我们的 那个大定理 刚才的第三个 fact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大家又好像没神一样了很累啊 就这样子吧 三题 我给一个加分题吧 其中3.9呢 是讲这个事情的 是讲就是fx加y呢 有一个函数 它满足一个抽象的条件 就是它永远都对的 你可以利用3.8呢 来说明满足这个条件的函数呢 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这种 那这个3.8等于会助教演习课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讲的 这个题目 那你可以利用3.8来做 然后呢 它里边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里原来是写零的 那 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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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是对的 好啊 这里写零 所以啊 我不需要什么hing呢 好 我只是给这个hing 就OK了 好 两个hing 第一个就是我们当作以致 Logarythm是一个连续函数 第二个利用3.8 好 那就可以做3.9这道题的 好 这一道有趣的题目来的 大家可以看看 好 今天就来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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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